我们今天聊的是中国民营企业富豪 在国际民退的结构状况下全面被追杀 那所以呢这个被判刑被死刑的 都是命运比较惨的 但是有些人被迫辞职被迫卸任 最新的卸任两大咖是 马化腾前两天传出来卸下了腾讯的这个法人代表之后呢 这个柳传志联想 这个也是中国大陆海外并购 第一波指标的案例的电子产业 因为当初联想要并购美国IBM的 这个收购案的时候 是引发了轩然大波 不过现在柳传志可能全面撤出 而且是证实确认撤出 柳传志也被证实具有共产党员的身份 那问一下这个董老师 所以有这个很多财富在中国内地 只要不能够拿出来的 都可能是一场空 是的 最近这个传出来的消息 等于是说马云跟马化腾 又有个新的犯罪的证据出现 那其实我觉得这已经是落井下石 马云在9月10号已经辞职了 可是对马化腾来说 第一根稻草已经出现了 所以我现在看起来马化腾是告急了 事情很简单 简单的说去年8月 去年3月 2018年3月这个中共央行牵头 中国银行牵头 成立了这个中国第一家的这个征信公司 国家征信这个系统 叫做这个百行征信 然后呢当然就抓了一些 最重要的就是跟这个中国大陆的互联网 这种金融的体系的这个巨头 这些公司通通要进来 当然包括马云的这个阿里巴巴 还有马化腾的腾讯 结果呢搞到今年为止呢 等于是说这个成立这个国家 这个征信系统 就类似我们的中华征信所了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 要你们这些公司把你们的这个信贷 人民的信贷数据要交出来 那这个阿里巴巴呢 这个芝麻信用 跟这个腾讯呢 这个征信呢 就扭扭捏捏不交 他们也有传出话 国家需要嘛 不可能不交的啦 只是要谈条件 那所以说等于说搞到现在 等于说应该是说习近平火了 火大了 就是说奇怪了 这个事情还需要谈什么条件 那所以不交的就被杀寂静 对 然后他们这两家公司呢 等于说手上掌握有多少 中国人民的这个信用 这个资料呢 四亿六千万人 其实你只要用这个中国大陆 一切的所有的 所谓的电商系统 网购系统 你的资料通通进入 对方的资料库里面 那现在 现在中共已经明显的承认了 它我成立了这么一个 所谓的国家征信 这个机构 我就是要跟这些公司 把所有的信用资料 全部收 所以说的没错 不只是中国大陆 有四亿六千万 其实海外不知道多少 不敢讲 而且海外华人 华侨一样用 留学生一样用 因为你唯一的管道是这个 是的 所以现在马云已经被辞职了 然后这个马化腾 他辞掉的是这个 腾讯征信系统的法定代理人 这是第一根稻草 那其实我跟这个总体看起来 跟刚才前面刚所讲的 这样联系起来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习近平他现在正在打击 这个邓小平时代 就过去三十年 所建立起来的权贵资本主义 这个体系 他正在打击 他正在消灭 他正在追杀 所以没有一家跑得掉 我这边补充一下 那我问你 我问你一个尖锐问题 这是很尖锐的问题 现在你看到的是 大陆各行各业的首富 你可以说 网络的首富算马化腾马云 对不对 那IT传统的notebook这种 算柳传志 那你说这个肖建华 做了这个私募基金 做了很多金融投资 那吴小辉这个也算是 保险产业的首富 我问你 台湾的首富 可能面对什么局面 台湾的台商首富 有没有可能逃过这一截 我觉得会变成 陪葬品的可能性比较大 但是看起来 几个比较著名的首富 其实我们台湾的富豪 在中国大陆 他有一个通信 就是有个通病 就是说他如果在 在中国大陆吃大亏了 他不敢讲 他不敢讲 吃大亏 因为他还有一些 他还有一些财产 可是你不觉得台湾 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社吗 目前为止 还没有人被迫卸任 虽然郭台铭有卸下 鸿海董事长位置 这个叫做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人如果丢了钱 还能保命 都还算福大 命大八字重 还有前面的案例叫做 福大 命大 但是八字不够重 后来命就不够大 我刚才用了三个词 其实是有不同含义的 第一个叫打击 第二个叫追杀 第三个叫消灭 你现在看到的是被消灭的 上面的多 然后被追杀的 现在已经被监控的 这个后面会被追杀 被打击的 其实现在都不敢讲 被打击的名单更多 但是比起这张名单 被打击的都是 福大和命大有烧好香 目前看起来 他还在过渡中 因为一波一波的 你真的不知道 习近平他会打到什么程度 打到什么范围 好我们稍后立刻回来